动脉硬化是个什么病? 医生提醒,八点预防做好,血管才健康。 在现代社会,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变化,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。 动脉硬化,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病症, 实际上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。 它的普遍性和潜在的严重性, 使得对于动脉硬化的关注变得尤为重要。 一,动脉硬化的基本概念。 以动脉硬化,动脉硬化是一种慢性疾病, 其特点是动脉壁内支质和纤维组织的审计, 导致血管壁变后,血管腔变窄,弹性减少。 这种变化会降低血管的通透性和弹性, 最终可能导致血流受阻和各种器官功能障碍。 二,动脉硬化的发病机制。 动脉硬化的发病机制是一个多步骤, 多严肃参与的复杂过程。 从医学角度来看,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关键环节。 一,内皮细胞功能障碍。 动脉硬化的初始步骤通常是由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障碍触发的。 内皮细胞是血管的内层细胞, 正常情况下有助于维持血管的稳态平衡, 包括调节血管疏张与收缩, 抑制血小板聚集和白细胞粘腹等。 当内皮细胞受到损伤, 比如因为高血压、吸烟、高血糖、 氧化应激等因素, 其功能就会受损, 进而导致炎症反应和动脉周样硬化的发展。 二,脂质审击。 受损的内皮细胞会促进低密度脂蛋白Odo的渗透和在血管壁内的积累。 Odo在血管壁内氧化后会引发进一步的炎症反应。 吸引白细胞特别是单核细胞到损伤部位。 这些单核细胞进入血管壁后转变为巨石细胞。 吞噬氧化的Odo形成泡沫细胞, 这是动脉硬化斑块的主要成分。 三,炎症反应内皮细胞的损伤和Odo的氧化会激发局部和全身性的炎症反应。 炎症细胞如巨石细胞、T细胞等在血管壁内积聚, 并释放炎症因子进一步损伤血管壁, 促进斑块的形成和发展。 四,平滑肌细胞的迁移与增值。 炎症环境下,血管壁中的平滑肌细胞会从血管中层迁移到内膜。 同时增值并产生额外的细胞外机制,如胶原和弹性纤维。 这些细胞和机制的积累导致斑块体积增加。 血管壁变后,血管腔狭窄。 五,斑块的成熟与并发症。 随住时间的推移,斑块可能会逐渐变得更稳定。 形成纤维帽,但也可能会因为纤维帽破裂而导致急性并发症。 稳定的斑块通常会缓慢增长,逐渐导致血流限制。 而不稳定的斑块容易破裂,导致血栓形成, 可能会突然阻断血管,引起如心肌梗死或脑促中等严重并发症。 综上所述,动脉硬化是一个涉及内皮细胞损伤。 肢质审计、炎症反应和血管壁重够的复杂过程, 最终导致血管弹性下降、腔径狭窄甚至闭塞, 严重影响血液循环,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。 三,动脉硬化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。 动脉硬化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病理基础。 当动脉硬化发生在冠状动脉时, 可能会导致冠心病、心脚痛甚至心肌梗死。 当发生在脑血管时,可能会引起脑促中。 二,动脉硬化的症状和并发症。 亦早期和晚期症状的识别。 动脉硬化在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, 随住病情的发展, 可能出现局部血流减少相关的临床表现。 如心脚痛、间歇性薄形等。 晚期症状包括各种器官功能减退的表现, 如心脏病发作或中风。 二,常见并发症。 动脉硬化可能导致多种并发症。 包括蛋不限于 一,关心病。 二,脑促重。 三,外周动脉疾病。 四,动脉瘤。 三,动脉硬化的诊断方法。 一,血液检查和生化指标。 通过血液检查可以评估血脂水平。 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OdoC和高密度脂蛋白HdoC的水平, 以及C反应蛋白等炎症标志物。 二,影像学检查。 超生可以评估血管壁的厚度和斑块的存在。 CT和MRI可用于更详细地观察血管的结构和血流情况。 三,临床评估和风险评估。 医生会根据病史、体检和实验室检查结果。 评估患者的动脉硬化风险并制定相应的治疗计划。 四,预防动脉硬化的八点建议。 一,健康饮食。 控制摄入的总脂肪和胆固醇。 减少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。 增加富海Omega-3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类。 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,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。 二,适量运动。 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。 如快走、游泳或其自行车。 运动可以帮助控制体重,降低血压和改善血脂水平。 三,控制体重。 通过健康饮食和适量运动来维持正常的体重指数BMI, 避免肥胖,特别是减少腹部脂肪的积累。 四,戒烟限酒。 吸烟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。 戒烟对预防动脉硬化至关重要。 适量饮酒,男性不超过两份酒精饮料。 女性不超过一份。 五,管理血压。 通过饮食、运动和必要时的药物治疗来控制血压。 监测血压,确保其处于正常范围。 六,控制血糖。 对于糖尿病患者,严格控制血糖是预防动脉硬化的关键。 定期监测血糖水平,并遵循医生的建议。 七,减少压力。 采取放松技巧,如深呼吸、瑜伽或冥想。 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。 适当的社交活动也可以减轻压力。 八,定期体检。 定期进行血脂和血压检查, 以及其他相关的心血管疾病筛查。 遵循医生的建议,进行定期的健康评估。 动脉硬化是一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预防和管理的慢性病。 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和定期的医疗检查。 我们可以显著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, 从而保持血管的健康。 记住,预防总是比治疗更为重要。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, 做好美一点, 让我们的血管更健康, 生活更美好。